我姓老师 真的吗 嗯的 我觉得这个厨房也蛮好的 我以为你想说 我觉得厨房也挺麻烦的 但厨房我不用呢 我不会做饭 一点不会吗 一点不会 而且没有兴趣 暂时能有兴趣 他们给的信息是 Papi是一个非常懒的人 但是他这个懒 有很多懒的办法 结果一进来就开始 开始老七老了 打扫了一眼不懒 这个懒就是一个辩证的懒了 哎呀 就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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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那你还是勤劳 勤劳了 哎呀我也不知道 就我很想懒 但我有时候我发现 我就停不下来 不管是我看剧也好 我写东西也好 我基本上每20分钟 我会站起来 去干点啥 要不你说人瘦呢 就我俩20分钟就开始吃 来电话了 喂 大家好 哦哦我来了 你在你在哪里啊 好 好 我给大家点的 哦 你真的来一个节目好破费呀 哎没事 这样我们两个很过意不去的呀 你过意不去啥 你都给人送袜子了 不是 哦谢谢 谢谢 谢谢 哎呀 哦 快快快 人毛人毛人毛 人毛 你不可以吃啊 你不可以吃 这个 让我爸爸你多重 哦 辛苦 他正好卡在一个洗澡需要加钱的 是吗 他多重啊 他27斤 哇他比我儿子还重 我一直在想就是年轻的时候很酷的人 给孩子讲故事 需要用那种孩童的声调去讲 你会吗 嗯 我特别不会给小朋友讲故事 我一开始也不会 我跟我老公一开始 小爷刚生下来的时候 那个护士什么就跟我们说 你们得多跟孩子说说话啊什么的 然后我老公抱着孩子 就你慢慢慢慢才习惯自己用这种 这是什么呀 其实孩子也需要这样 需要这样吗 事实上是需要的 就是这样小孩天生对年轻的女性会更有好感 她们的音调会更高 小孩接受起来会更简单 所以爸爸其实用书话的时候是在模仿年轻的女性 我认为是具体是怎么样 我也不是很确定 会不会互相比说我们家孩子喝奶喝得多 她们家孩子 我们都是羡慕人家的孩子 都是你看看人家孩子一顿奶喝两百 你从小其实就是别人就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我们家孩子太难待了 我们家孩子每天晚上起来好几个小时 最近她开始慢慢会说话了 然后她有时候半夜什么一两点两三点起来 她就哭 你问她要干什么 她说她要回家 我说你就在家呀 然后她说她回家是要去客厅玩 我小时候也老哭 我小时候也老哭 你现在也老哭 你好像是 我特别容易哭 太好哭的人 我不好哭 我很不好哭 我也是 我说哭就哭了 真的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现在你三二一我就能哭 就是我很容易被一件事情 搞乍心态 我也会被打动 我不是被打动被戳到 我是很容易 委屈 我会把它转换成愤怒 我也会 但我就我的愤怒是带着哭气的 我最近一次哭应该是 昨天 一年至少一年半以前了 应该是我 刚生完孩子两个月 那会儿激素比较不稳定 那会儿很容易哭 然后等到我激素稳定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哭过 是不是真的会有产后 就是抑郁一段时间 会会会会会 在我生孩子之前啊 看了很多这方面的科普 我觉得嗯我知道了 我会用我的意志力站上他们 暂时不了 一天一站上不了 那个生理 不行不行 就一点点小时就能把你给击垮 我觉得激素是挺可怕的 你也没有产后 不是因为我那个啥 就是我 因为休息不好 然后一直 就是 不不来姨妈 然后我这下面全都是痘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整个人 就是 就可能 一点我觉得脱节没穿上 我就爆了 对女性这方面就是 所以真的其实真的不能熬夜 但我就是睡不着觉 我也睡不着觉 我对这个睡眠啊 是一个大问题 我很苦恼很苦恼 我有一阵已经 就是困到 眼泪狂流 就是那个打哈欠 那个酸啊 酸啊 眼泪狂流 一边擦眼泪一边睡不着 那你 睡不着 你都想啥呢 有时候想太多 真的是你会开始从什么 我会开始从你们俩 出生前就开始想 想到我1992年的事情啊 我奶奶那会儿 跟我是怎么去上学的 然后后来又想到 我初中的时候 是怎么自作业的 有时候你会想这些 我治过听那种 就已经指导你 是吗 你现在来到了一片海滩了 然后就脑子在那边想的是 我有没有涂防晒 你穿着你最喜欢的泳衣 你想 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套呢 就开始想这种 有的没的 但有时候你睡了一觉 相当于没睡 就是你半夜老像醒人似的 对 就是你没有进入深度睡眠 对 我反而是有时候工作压力大 也会睡不好 我生活压力也挺大的 生活没有压力吧 生活上有很多烦心的事情 那确实是会有 也会想 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我是那种心眼非常小的人 我也是 我会 他今天瞪着你 我会 我会反复想 反反复复你 我之前也会 我现在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 就随它去吧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有孩子之后吗 其实有孩子之后 因为你太累了 我的精力要分配在所有 我认为值得的事情上 就有一些 根本就不值得 我以前也会 就一点点小时候 我会气很久 我会记很久 就很痛苦 搞得自己抓心脑肺的 他们不值得 你为什么要为他们烦心 他们算老几 对不对 大声回答我 对 毛毛也会吗 我不会 他没有 他不小心眼 对 但我老感觉 我生活在一个悲伤的底色当中 那你即不是跟 是谁 还是马东 马东老师 马东老师 我的底色悲凉 我觉得李淡也是 那咱就不知道了 嗯 不知道 我很喜欢看人家朋友圈 他朋友圈 没有所有人的朋友圈 我也喜欢看别人朋友圈 我很喜欢看朋友圈 哎我没有 哦我没有你微信 怎么好 这不太好意思加人家 上 哎呀 哦 是 是 什么意思啊 那你 我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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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扫我 你扫我 哎呀 哎呀 雪芹的我有 你给别人评论吗呢 你还是观看 是我观看 因为我有时候啊 就有时候不知道评 评论些什么 只评论个哈哈哈哈吧 显得不够真诚 然后点 然后只点赞吧 又显得你有一种 居高零下的 以悦感 哦 所以我就全都不评论 但其实每一条我都看 嗯 实在忍俊不禁的 我会加以 就是一点点评论 比如说给他一个大手机 玫瑰 喝茶 放小心 我还很喜欢给人家发 就一杯咖啡什么的 这种 啤酒 学到了 真的可愿意发了 我现在觉得这个手势老好了 那我经常看人家朋友圈会有一种 就有一些生活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过 但我会通过朋友圈知道别人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很有意思 对 朋友圈里大家都过着非常精彩的生活 你会觉得真的很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人在加班 有些人在蹦迪 有些人在喝酒 有些人在家里面带娃 他你就感觉就是什么样的生活 那我也喜欢看这种 嗯 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微商 哦 这个人在卖这个 我特别爱看微商 看看什么卖樱桃的卖草莓的 就很喜欢看这种 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有趣 你有没有朋友圈 他为什么叫元宝啊 随便起的其实当时 大家这宠物起名字都很随意 他是你本人亲生亲自 就亲 对亲的亲狗是吗 对 他就你就这一只吗 就这一只 有想过再 来不了来不了 抱带抱的 带不动带不动 这一只都充满了后悔 悔恨 我这样看你朋友圈 包括你和别人的所有互动 我有好多朋友是你这样的 就我以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朋友圈 因为他没有跟我任何互动 但他就是在某一天跟我聊天 是会提起某一天的朋友圈来 我就是这种 我很可怕的 你姓王吗 我姓王 我一直以为他就姓毛 那你为什么要给自己 取一个毛姓呢 他不是一个有名有姓的名 他就是一个网名 像流行语一样 我懂 其实跟我一样 我帕皮奖本来就是个网名 对 后来就 早就我经常想 我早知道那时候好好起名字了 叫什么琉璃公主 没关系 有点像芙蓉姐 是要做那个章鱼小丸子吗 对 对 对 好 对 好 去